好,7月2日的啤梨晚報 踏入7月,終於叫做踏入下半年 據說,上個星期六剛剛跟小小網友吃一頓飯 據說,之前也講過,節目也講過 如果你說6月份就已經是我們未來20年最好的光景 剛剛過去的6月份,根據紫微星人和風水豪站 都說,五、六月就是小陽春 就是我們香港在未來20年的最好的光景 一年多好過 不單止不好,是很差 但是已經是最好的,你就真的很惆悵了 今天好像我們這樣,聊天,我和阿羅恩會聊天 我下午2點半都沒有一個客人上來 我不是說有沒有人買東西,是有沒有黑箱 當然,你說大節過後 但是,情況真的很... 警方很堪餘 所以我看到,第二節我們才講 我覺得香港飲食業界的朋友,特別是飲食業界 真的要認清楚,看清楚形勢,想清楚 所以每一個人要為自己負責 想清楚,你是否要用現在的方法搜下去 還是怎樣呢,要自己想 今早我去買煙 我不講哪一檔 有些朋友聽我說已經去了 那... 沒有辦法靜到... 他已經是街鋪了,真的是報紙檔 他說靜到這樣,有時都回大陸玩一下 他說大陸真的便宜很多 怎樣呢 然後我說真的便宜那麼多嗎?真的那麼好嗎? 然後我就想想,又不是那麼便宜 但是輕鬆一點 香港的氣氛真的不是那麼好 喂,這個已經是好典型的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們一般人就會用藍絲來形容 那我就不用的,我覺得是一般香港人 就是那些普羅大總統,不會很理會政治 那你怎麼搞呢? 是吧? 他說現在其實跟他們以前呢 就是... 2018、2019年的時候呢 收入是少了百分之七十的 嗯 就是報紙檔 那我是相信的 你想想,去年的時候 雖然已經是紙媒很差 那你也還有一些零食賣一下 有煙仔賣一下 還有一份蘋果賣一下 有些牌位賣一下 現在就只賣牌位 但是也越來越少 因為賭馬的人少了嘛 還有那些老人都慢慢慢慢陸陸續續 有些人會轉用電話的 是 那你怎麼搞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報紙檔、街鋪 都可以說休兩天 星期六天 總之我以後就要記住 星期六天就不要去 好了 那現在什麼都不要說 那我們先吃個布甸 這些其實我有賣很久 但是我從來沒有賣過廣告的 那坊間沒有的 我們選新的東西都是坊間沒有的 日本東西 日本東西很平常的 那我這一個就是水蜜桃布甸 阿正那是芒果布甸 當然是好吃的東西 而且是很便宜的 二十幾元 所以我平常不賣廣告 那坊間有些啫喱 十五元、十六元 跟這些沒得比 這些是用原質 真正的果汁 譬如說這個 我最喜歡吃的水蜜桃 香到呢 你聞一下 娘 快見 嘩 我今天就先 description 雖然真的有很多題材 要說 但呢 實在很累 那首先呢 我不知道你們怎樣買球 如果你們有買球,我不會買球 但是現在出了六對八強 那啤梨是一百個百分之中的 過程未必如期 總之就是出了六對出線 這樣也正腦 那是很正腦的 老闆全部都正腦 當然 當然 因為有時候很難,明是搏他 打算退英格蘭那一場,他就這樣贏回 法國那一場 你老實說,怎樣做都算是剛剛贏 但是法國的功力其實也是不行 但是,其實德國也是好運的 在那一場球來算 都是有運氣的 你說最有說服力 西班牙? 暫時看到現在就是西班牙 暫時看到現在 你不要認為他們的年輕人很年輕 但是你真的要看球 當然一場一場打下去 譬如你說西班牙下場對著德國 又行不行呢? 那就不知道 只要看球 但是,球一場就長 而且球很熱一點 一幾倍出線 你知道嗎? 出線? 是啊,很難買 今晚也是很熱 你今晚難道就說 荷蘭都這麼熱 荷蘭其實打得很厲害 你問我講球,我看了他的表現 和羅馬尼亞表現 應該羅馬尼亞出線 十幾倍啊,羅馬尼亞 但是我也覺得是荷蘭出線 出線到四點幾倍 不是啊,今晚我也覺得是荷蘭出線 最後 始終很難說 是 但是你問我,如果說表現 羅馬尼亞當然比他好 是啊,當然 好了 你說下面那一場 現在似乎是面倒奧地利 是啊 如果看表現也是 但是是否這麼簡單呢? 即是這些足球的東西 一會兒我們再說 嗯,很棒 很棒 好了 我們首先呢 看看,講一下三分 一個廣告之後 播一播 好 好 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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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網友 都是要賣廣告 記住 人家有餘力 多點支持一下 啤梨漫步 我也有個 啊 我有個美國 我不知道算不算網友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名字 之前 大約兩三個星期前 他CAP了一幅圖 OK 就是拍攝著我們啤梨漫步的view數 當然我們的view數真的跌了很多 他說 中租啊 意思是 你怎麼做的 少人看 我不理他 我刪除了他 嗯 早幾天呢 他又CAP過來了 是 就說 喂 要不需要和你找份 secure 介紹 即叫做串勾我 是 我真的想說 各位網友 我現在研究過 為什麼我們的weighting 跌得這麼低 第一 很多競爭 嗯 第二呢 其實呢 有幾個 scenario 黃標一向都是 我想如果你說要研究 就是因為 最重要就是因為 呃 其實說這些話 原來越少人聽 努力感很大 嗯 第三就是我們一定 不夠在外 不在香港的網友 說得好聽的 即是涉及的事情 各樣東西 OK 但是這個大家明白的 但是我想跟那個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hater 還是怎麼說 其實對我來說 waiting呢 好 我固然開心 多一些人聽 也多一些新客 是吧 但是 對我來說 我是更加關注 究竟 我們的生意是怎樣的 如果 我告訴你 我的生意是頂不好的 養不到台 的 我就算有二千萬人聽 我也不會做的 當然啦 如果有二千萬人聽 你可以發展很多其他事情 嗯 但是如果 我的生意是仍然頂得到的 養得到的 就算 一個人聽 我也會繼續做的 你不用跟我Wonderful Secure的 OK 好了 我們先看一些相片 所以大家要頂著我的生意 這個禮拜 其實那些海膽都貴的 但是已經有網友 有幾個網友入了數 我也要宣傳一下 這個禮拜 我們的馬糞海膽 6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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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如果這個禮拜 6天想吃海膽的朋友 那就可以 WhatsApp 84811079 或者上天到 要先付費 我們星期六就會早上到 當然 吃過的朋友 吃大阪海膽 外面有很多不同的海膽 是吧 亂擺也有 我們一定不是拿到最高級的 但是是OK的 在外面一定賣1-2千元 一半的 699元 那你就試一下 如果有這麼多人的話 我就沒有能吃 吃完一半海膽 你問我 OK 好,再去 跟著這個原章啤酒 真的很好喝 我最近呢 為什麼呢 我都拿了一瓶 我又不會喝得多的 回去看波喝 他又真的很潤滑 真的很棒 他喜歡喝啤酒的朋友 真的要試一下 沒有多回頭 不過 99元一瓶 一箱6瓶 就499 就回到82元一瓶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再去 好了 喏 這一個呢 就是我一直買開 是阿Lawrence的 我就是很少介紹的 OK 就是中華三味明星 喏 我之前這樣說 19元一包 那是為什麼我不介紹 喏 你會覺得 為什麼呢 你煮了出來之後 為什麼一包十多元的東西 會這麼好吃 不是普通即食麵 你會覺得它是完全 是比你在街上吃的拉麵 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又不是很大包 我每晚看波 就受不了 有這個廣東風醬油味 下一張 這個好吃 我不喜歡吃淡淡麵 但這個很好吃 淡淡麵 再下一張 咦 哪一條女 這條女生 不要緊 咦 北京的風香鹽味麵 下一張 咦 怎樣做法 就是這樣 即食麵 咦 煮三四分鐘 或者兩三分鐘 就視乎你喜歡的麵 軟一點還是怎樣 OK 那麼19元一包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試一下 其實這樣也不算貴 不算貴 因為它不是那些大路的東西 我們翻得少 那些拉麵都幾十元 不是 它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 再去吧 另外這些我們麵神 整天都沒有貨的 麵神就二十元 有貨的 麵神 當然出名 麵神要煮久一點 真的要粗一點 兩條東西一包 OK 三種口味 全部有貨 隨時上來就可以買了 看看這相片 好 還有沒有相片 足球 麵就沒有了 麵就沒有了 好了 這一個呢 我記得了 我弄好你的功夫 我們回到這五個濕條文 那它用金米 即是軟糖 搞清楚了 一日兩粒 OK 早晚一粒 或者一次過一粒 通常就建議早晚一粒 OK 好了 第一個 這個骨膠圓軟糖 OK 好 去第二張 為什麼去第二張呢 其實這一張呢 就有了它的基本功用 OK 這一隻跟我剛才那隻不同 跟剛才那一句原味 這一隻叫士多啤梨味 可以做什麼 減少你的皺紋 那些線 是吧 另外呢 光滑你的皮膚 將一些酒米暗瘡的 會減少 還有呢 Anti Aging 即是 逆靈 逆靈的Super Food 喂 99元 原來賣得很厲害的 我回到EB來看 賣得很厲害的 那你們當是糖食 固然是 但其實它真的是濕條紋 99元而已 那外面有很多賣 百多元 喏 你呢 吃得多一點 沒問題的 因為好吃的 但是吃得多了呢 其實吸收不到的 它說明你吸收不切 你要消化要吸收 那我覺得呢 大家可以試一下 99元 好 再去 那這一隻呢 Apple Sider呢 我看清楚所有的東西 它有很多功能 當然是講得那麼強橫 又說 控制你的心臟 Shrink the Harser等等 其實呢 最主要呢 我先問一下營養師 它這隻是用來減肥的 即是 你看到 HELP Reduce Weight 就是第二格那個 最重要呢 吃這個Apple Sider是減肥 它會令你吃肉 即那個 吃肉沒有那麼大 是吧 那也是一有兩顆 也是99元 OK 好 再去 這一隻呢 就是控制血糖 還有 這個好處喔 還有那個血壓的 膽冠醇和血糖 控制早晚一顆 OK 好 再去 最後了 就是這個 Hair 就是這個 頭髮 生頭髮的 都是 總共一顆 熊仔糖 99元 全線也是 OK 其實呢 其他東西呢 我不會說 當然也是有的 腳痛 對什麼產品好 腳什麼 哪裡腳痛呢 膝頭肛 一條筋 軟鱗膜 值得我開頭 我找些腳痛產品 我不知道你什麼腳痛 你說如果是膝頭肛痛的 那些 就是關節補 或者卵鱗膜 但是如果你說 真的腳痛呢 那就一條筋了 我不知道 你問一下 4109 講一下症候 現在做醫生 那些人 其實都要試 有些事情都要講這麼巧 就像上星期 我講的apparel 二十幾年 鼻敏感 二百六百一瓶 一個星期就搞定 去夾這些東西 就是這個 我又拿了兩包 為什麼呢 我今晚回去看球員 晚上真的肚餓 你沒辦法 現在點幾兩點 明知肥你也要吃 你根本受不了 OK 好了 不過今晚晚上那一場 其實是好看的 好意氣 對不對 好看的 講播之前 我今天收到 馬來西亞的消息 確認了 究竟資料是怎樣 看看有沒有網友 都會上去 我想條件 又不算很辣 因為最便宜的 有三個 你要放15萬美金 大約一百二十萬 但有一半 你可以拿出來 買樓 看醫生 跟以前一樣 用來小孩子讀書 即是說 你要 always 放五六十萬港幣 在那邊做定期 即是做 擔保你 是吧 我最擔心的是 究竟需不需要 留九十天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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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還沒有回答我 因為 官員跟我說 是要的 但是官員跟我說 Mr.媽 你都可以不用管 因為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 這樣的 辦法去檢查 你有沒有留過九十天 我心想 怎麼會檢查不到 你看他入境 預約他入境 四月三日走 就是六十天 怎麼檢查不到 到現在我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 Anyway 我們遲一步再說 好嗎